大家好,我是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你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你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生姜、洋葱都是我们厨房中比较常见的食材 这两种食材搭配到一起,减肥效果特别的惊人 很多朋友们没有试过这种做法 今天给大家详细地分享一下洋葱生姜搭配减肥效果特别给力的做法 让你一周之内可以瘦成小满腰,减掉大肚腩 我们先准备生姜 生姜表皮有蜡质,采用了细菌、农药 我们在使用之前,要加入食盐,搓一搓,把生姜洗干净 食盐能够去除生姜表皮的辣质,采用的细菌、农药 粘洗过后的生姜吃着比较放心的 生姜皮不要去除 生姜果皮属于凉性 果肉属于温性 两者一起,可以中和口感 生姜可以缺含暖胃 而且能够温中止咳 生姜含有的姜辣素 姜筒息、活性成分 能够促进消化、加速新陈代谢 对减肥还有帮助的 夏日里面,我们喝一些生姜茶水 可以把身体的毒气、寒气排出体外 寒冷冬天 我们可以早上起床 喝一杯暖暖的生姜茶水 一整天暖暖喝喝大 从头暖到脚 整个人浑身舒服 精神好 生姜尽量选择用紫姜 紫姜不是那么的辣 口感比较好 无论是泡水、泡茶、煲汤都不错 再准备洋葱 很多朋友们切洋葱比较辣引颈 洋葱,我们可以提前用水浸泡泡 可以很好的去除辣味 切的时候不拉眼睛 洋葱是非常保健的蔬菜 吃洋葱,可以刺激微肠道消化性的作用 吃洋葱,能够还好的增进食欲 可以帮助消化 促进肠维的蠕动 而且洋葱热量比较低大 对减肥含有帮助 洋葱,无论我们怎么吃 养生保育的功效比较强大 减肥吃 含量脂肪比较低 怎么吃都不胖 无论是炒、炖、煮都不错 我们准备鸡蛋 鸡蛋是被誉为营养酷的食物 营养比较全面 鸡蛋中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大 该含量比较充足 减肥人群吃鸡蛋 可以很好地补充钙质 补充能量 每天吃两颗鸡蛋 可以很好地补充营养 减肥期间吃鸡蛋 无论怎么吃 油炸吃 水煮吃 都不易发泡 吃鸡蛋有利于减肥大 能够减脂瘦身 可以提供减肥期间需要的优质蛋白质 饱腹感超级的强 可以很好地吸收营养 鸡蛋是母鸡所产的卵 而且有一层硬壳 卵白及卵黄的部分 富含的胆固醇 营养比较丰富 是优质蛋白质 B组的维生素良好来源 而且能够提供一定的脂肪 维生素A 矿物质 可以保护肝脏 接脑抑制 保护失利的功效 鸡蛋中的蛋白质 对肝脏组织损伤 有修复的作用 蛋黄中的卵磷脂 能够促进肝细胞的再生 而且可以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 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 鸡蛋中含有的肝油酸脂 胆固醇 软黄素 对神经系统生长发育有作用 软磷脂被人体消化后 可释放出胆碱 能够促进脑脑的发育 改善剂力 鸡蛋中含有的铁 铁元素在人体起遭血的水中 吸氧量 营养物质的作用 达到补血的效果 鸡蛋富含的烟黄素 烟黄素 可以保护眼睛 不受紫外线的伤害 吃鸡蛋 对用眼过度 电脑疲劳者都有很好的作用 再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是一种养下着比较高的食物 既能够入药 也可以使用 幼儿童元的食材 减肥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渐渐的过程中达到减肥的目的 除了控制饮食 运动 需要补充能量 可以使睡眠充足的一些食物 红枣是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的食物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对身体有帮助 减肥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可以把红枣作为主食 控制热量 这样的吃红枣 可以帮助减肥 红枣可以补血 氧气 安神 缓和药性的功效 从中医角度上来说 红枣胃肝 腥温 灰皮 胃 心颈 可以养血安神 缓解各种原因 引起的心烦不术 对于一些气血不足 导致的失眠人群 需要之前吃红枣 可以安神助眠 效果特别的显著 我们先把生姜 洋葱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焖煮10分钟 把营养全部煮出来 煮好之后 再把红枣碎 倒入锅里面 再加入蛋液 我们再焖煮2分钟即可 煮好 搅拌搅拌 就可以直接喝了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食品不容易 请您发来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显示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洋葱鸡蛋汤煮好 我们加入蜂蜜 搅拌搅拌就可以喝辣 加入蜂蜜 就能够增加口感 可以很好的润肠通病 达到说人解肥的效果 这道汤 可以帮助我们 快速 加速身体的代谢 促进肺肺的排出 当做早餐 对减肥 特别的有帮助的 让你一周 就能够 受掉大多难 变成小蛮腰 做法比较简单的 特别的适合 想要减肥的人群 无论是 老年人 还是青年人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减肥的 减肥效果特别的给力 比吃任何的减肥药 或者做运动 都有效果 能够开好的 滋养身体 使身体的 营养充足 蜂蜜含糖分 会导致血糖的波动 糖尿病患者 要少吃蜂蜜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